你們好 我是Erin 我這禮拜的任務呢 是要幫素食者找他們可以吃的東西 那因為我之前的影片 有不少觀眾留言問我說 那如果我吃素的話 我來韓國可以吃什麼 然後我就發現說 其實我之前沒有想過這個問題耶 因為其實大部分推薦的食物都是肉 然後我也感覺到說韓國是個吃 蠻肉食主義的國家 所以我就想說來試試看說 那如果我進去一般的店 我不要去那種全素食餐廳 是不是找得到可以給素食者吃的飯呢 我現在在這家是泉州飯飯店 我稍微看一下它的菜單喔 它有一道叫做 シレギクッパ 他們一種糖糖水水的 那シレギ是蘿蔔的意思 所以我光看名字會覺得說 它是素的 那我們就來點點看吧 這是我的菜 送上來了 而且是熱的 所以我現在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先來找我看它裡面有沒有肉 都是菜 都是菜 好我檢查完了 好像沒什麼問題 不過我覺得這一道菜這樣七千塊 好像有點空虛耶 但是它有附飯啦 還有就是後面我可以拿一些小菜來搭著吃 所以第一次嘗試 算是成功 只是原來它的蘿蔔是指這種蘿蔔葉 不是那個蘿蔔湯的那個意思 它的味道它的湯是像這樣 滿清澈的這種 我覺得它的味道喝起來有點像是醬湯 吃過大醬湯的應該會知道 它比較像是清爽一點的大醬湯 然後裡面沒有肉 我現在在的地方是一個中華料理連鎖店 它這連鎖店就是一個那個大叔的臉頭像 你們應該到處都可以看到 那我這次看了所有的Menu 除了一些點心 就是除了一些甜點之外 其他的主菜像是麵啊飯啊 其實都是有肉的 所以我這次看到就是 我覺得可能會沒有肉的 應該是它的炸醬麵 所以我再來點點看說 包裡面沒有放些什麼碎肉之類的 你看這是它的炸醬麵 那我先來用外觀來看一下 這邊有豆子 這是洋蔥 下面是麵 可是這什麼這好像是肉耶 啊 這隻肉失敗了 這一家的炸醬麵是有肉的 所以只有吃鍋邊素的能吃 對 所以說吃素食的人可能要注意一下 中華料理店的炸醬麵是有肉絲在裡面的 其實韓國啊 鍋邊素比較多 因為我發現我去試了一些湯 那湯裡面雖然沒有肉 可是就是我喝得出來那是骨頭湯的味道 所以如果說要吃全素的話 最好不要點湯比較好 那我今天來這家店是 平常在路上會看到的一般小吃店 那這裡面我點了兩個看起來是素的東西 一個是素杰比 素杰比就是麵疙瘩 另外一個是美麟粽 美麟粽就是蕎麥煎餅 它的韓文裡面沒有寫到有肉 我是希望裡面不要有肉啦 這個就是我剛才點的美麟粽 那我來檢查一下裡面沒有肉 然後上面這個看起來是杏鮑菇 還有蘿蔔 蔥 啊這個是韭菜才對 所以吃全素的人可能 好像不能吃我不太清楚 這個是豆皮 看起來這道沒問題 全素 這個是第二道麵疙瘩 我點的麵疙瘩 上面的話都是一些和果類 這裡面看起來應該是沒有肉沒問題 可是呢麵疙瘩這一道有點像是湯咧 所以我想要先吃吃看說 它裡面是不是有可能骨頭去熬的之類的 啊 這是鍋邊素 全素的人不能吃 我喝得出來它是骨頭去熬的 它不是用蔬菜去熬的湯 真的好難喔 至少那個煎餅那個蟲還可以吃 對 一般的蔥餅如果你不要點 你就只點Hajong Hajong 就是蔥餅 你就不要點 搭海鮮或是什麼肉的話 其實基本上 我的印象中裡面是沒有肉的 我這一道麵疙瘩湯啊 裡面還有像這樣子的湯圓 還有香菇 我剛才問我對面的韓國姐姐 她說我點的是Durigay Suzebi 那那個Durigay就是紫蘇葉芝麻葉的意思 所以在裡面就有那種芝麻葉的香氣的感覺 真的還蠻好吃的 我看來看去只有這一道 它寫Yugaji Yatsetsu 就是有六種野菜的粥 那我這次挑的店是本粥 啊本粥的話也是還蠻多 地方到處都可以看得到 這是我們旅行的時候不用特地去找的店 拿來吃吃看有沒有放一些小碎肉 我的粥送上來了 它正量還蠻大的欸 這邊是泡菜 這個 這個該不會是肉吧 這個是醬油腌豬肉 這是一般的辣椒 最要緊的是我們來看裡面有沒有小碎肉 欸? 看起來還不錯欸 看起來還可以欸 它現在初步檢查完畢 我來吃吃看喔 它本身是偏清淡的那種粥 我覺得這應該就是為什麼它旁邊有附 這麼鹹的醬油肉 或在旁邊當小菜的那種 現在比較麻煩的是我不太確定說 它在熬煮這個粥的時候有沒有炸骨湯 那我覺得是有 到目前為止如果說吃到跟煮的有關 煮粥啊或者是湯有關 就算它裡面沒有肉 可能吃全素的人還是要注意 它味道屬於清淡也有加很多鹽巴 所以比較養生的那種感覺 所以一般的人來吃應該都沒什麼問題 這種口味的人的話可能不會喜歡 然後這個到底是哪六種蔬菜我吃出來的 裡面六種是 芹菜 細韭菜 馬鈴薯 胡蘿蔔 薑跟香菇 這六種 感覺 偶爾來吃一下有淨化身體的感覺 而且其實味道還不錯喔 那我現在在這家店呢 是在熬爾到處都可以看到的 就是紫菜飯捲店 那通常紫菜飯捲店不會只有紫菜飯捲 它還有其他很多東西 那我這次就就菜單上面點了 看起來沒有肉的 來點點看 那這是它的菜單 第一個 通常我們看到最便宜的就是幾乎沒有加什麼料 所以下面的可能會加一些蝦子啊 或者是鮪魚 那種就會有肉 另外一個我點的是 就是大家最熟悉的韓式拌飯 這種小吃店的皮冰棒 有可能只有青菜而已 所以我們也來看一下 我的皮冰棒韓式拌飯送上來了 其實每一家店都有點不一樣 完了它這裡看起來有肉耶 有一點點肉 可是把它挑掉的話 其實這一道還蠻豐盛的 就是有胡蘿蔔啊 洋蔥 蔥花 這些青菜 就只有這裡 這一小塊 哎呀 我之前吃的另外一家 裡面的韓式拌飯是沒有肉的 就是說 啊 我上次點的是五千五 所以可能大概 價位五千左右的韓式拌飯 有機會沒有肉 那這一份呢 是我點的最基本款的紫菜飯捲 可是我發現一件悲劇 裡面有火腿 對 好挑掉 素的紫菜飯捲完成 每一家也不太一樣 所以真的要走進去之後才會知道 這一家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一樣我之前吃的 這種最便宜的 另外一家是沒有 然後不好意思 這一家又很奇葩的 裡面放魚板 把它拿掉 這個才是真正的 素紫菜飯捲 我真的要說 就是它放魚板是真的蠻奇葩的 一般的店不會找得到 所以 你們還是儘管點 就頂多把那個 火腿挑掉 啊 真的太失敗了 好難喔 真的好難喔 我這次呢 探訪了五家 我覺得可能會有賣素食的店 我發現說其實在韓國要吃全素 真的還蠻難的 因為 就算沒有肉 但是它的湯裡面都感覺出來裡面 是用骨頭去熬的之類的 但是如果是吃鍋邊素或淡奶素的朋友 照我推薦的那幾個方向走 應該沒有問題 那不曉得你們喜不喜歡這次的主題 因為其實真的還蠻花時間的 要找 也歡迎你們分享給 想要來韓國玩就有點擔心的 吃素的朋友喔 那如果覺得這支影片實用的話 一定要記得幫我按讚留言分享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對這個主題很有興趣的話 一定要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喔 這樣我再考慮一下 是不是要來做個Part 2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希望對吃素的朋友有幫助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